往年我们这个时候差不多都要出去爬山 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基本上就在家待着了 偶尔出去转悠转悠 今天天气不太好 所以呢就在这看看以前爬了哪 这个呢是2015年我们在塔斯玛尼亚岛 它有一个叫Walks of Jerusalem 这个地方呢它和东部 这个季节塔斯玛尼亚岛东部呢 这游客呢叫多呀 但是这里边一个人也看不到 走上多少公里也看不到人 每一个徒步道都能有二三十公里 甚至三四十公里 我们呢就在这旅行了两天 也就碰到两三个人在这期间 我们呢是在这搭帐篷 这个地方号称是要有经验的人才能来 但实际上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唯一的一个没有经验的问题就是 我搭帐篷的时候晚上没注意把鞋给撩外面了 而且呢可能那个鞋里边还有这个饼干渣子什么的 结果半夜就把这个塔斯玛尼亚岛给弄来了 这是塔斯玛尼亚岛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种动物 它长得像小猪小狗一样 然后那个下额极其坚强 然后呢能够把这个什么东西都给撕裂 所以呢非常号称很危险 而且在半夜里边它那个叫声凄厉啊 能把人吓个万死 吓得你后半夜睡不着觉 我们当时呢就是这个经历 但除此以外风景 非常美 而且每过一座山包就是一个湖 这个湖是雪 冬天的雪滑成的 非常好 强烈建议 推荐 再见